12月16日,前体操世界奥运冠军李小鹏现身上海参加斯凯奇品牌活动 当天李小鹏大方分享自己与体操结缘的原因和参加历街奥运会的经历 让粉丝大呼呼吸的同时也不禁怀有满满的敬佩 现在退役之后转往娱乐圈发展,李小鹏并没有怎么闲下来 也是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参加的综艺节目中,李小鹏能兼顾到工作和家庭 他也对有这样的机会感到很幸运 谈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Oli,李小鹏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一脸幸福洋溢的表情,还直夸Oli小棉袄 我觉得他很有姐姐的样子,特别照顾弟弟 而且就搂着他,然后亲他那种很喜欢弟弟 他会帮他吃东西啊,或者如果是我们需要拿个什么东西 或者拿个奶瓶,他都会帮忙 小棉袄嘛,真的很贴心 前段时间,李小鹏在参加劳伦斯班奖礼时 被网友调侃撞连马龙 李小鹏也是不忘搞笑本性 跟网友一起加入到恶搞大军中 这个其实蛮好玩的 因为在奥运会的时候 很多网友就说 好像那个马龙跟我都蛮像的 然后我也那个在他夺冠以后 第一时间我发了一个微博 我说祝贺我自己 就开玩笑了,实际上 其实大家平常都是很好的朋友 你抓到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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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